请问一下你的PGI Holdings 这个主要的业务是在哪一方面 在PGI Holdings 我在11月1号 就是当了董事经理 像这间公司是做建筑为主的 工业为主的 建筑 我们在就是做建筑 还有电机 还有当然也做一些发展 这方面 这间公司是有 在2001年就上市 目前在吉隆坡主板 我们目前的业绩不是很好 不过过去是 每个公司都不是好 不只是你 希望就是未来 能够就是把公司做得更好 目前我们有很多 就是很多那个 在上海的很多那个工程 包括不只是马来西亚东南亚甚至在 外国也有 在外国有没有从事过这些建筑院 也有我们也在新加坡在越南在新加坡国家也有这些工程 中国还没有 中国我们有一些水物的 在福建省 水物 很多人去西亚你们有没有去那个东巴 我们在那边有一厢小的工程 不过目前我们还在下山造成这样大的工程 不过去目前的行情不是很好 是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 所以我们也怕做了工受不到钱 是其中一项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这个独拜现在他们也面对很大的问题 就是过多的建筑 他们现在因为油的价钱也下跌了 他们现在要持续发展也是有个问题 当然他们另一项问题就是很多这些外国的投资者 他们都在就是这些finance 就是这个金融风暴的金融领域 就是觉得不好的那个业绩最近 大家都可以面对问题 请问你的工程合业大部分是私人接的还是政府的 目前我们其实一般一般 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可能就会以政府 我是办政府机构的工程为主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外面都每个行业都是很怕收不到钱 很怕收不到钱 最主要原因是像一些发展事业他们找不到买主 像他们收不回就不给工程的钱 所以是像挑战 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政府的工程应该是比较可靠 对啦肯定因为政府的钱会比较就是他们肯定 肯定会收到 只是收到不知道肯定会收到 对 就是大家都希望 以前听说你们在这个布团家也是做了很多这些建筑工程 目前我们还有两个工程在布团家呀